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游报院 我刚刚拍摄那辆车在这里 后面这间屋,整间都是我们这次住的 超夸张,四个人住,二十个人住都可以 我们现在带大家做一个空间租 我未试过去一间这么大的屋 Let's go 首先,我们的车暂时排在这里 其实这个位置下面有个停车场 但我们暂时先放在这里 这间屋两层,这里是正门 有个都不错的花园 现在进去里面看看 我们已经安排了 一进来,就有个很和式的地方 就是让家人坐在那里聊天 都不知由哪个位置开始看 因为四通八达 这边就是我们的温泉 可以进去看看 哇,不是吧? 这样出去浸温泉? 真的吗? 这样旁边的屋看不到吗? 真的不会有旁边的屋 因为日本的屋是很矮的 所以是真的没有旁边的屋 可以看到你在做什么 这层还有得玩的 有个大的厅 有个大厅 有个大厅的电视机 TCL 的 我想这里有差不多55吋的电视 有几张梳化 给大家开派对 有一部Sharp的空力清新机 有部iPad 给你自己自己查看 有个寂寞的咖啡机 这个餐厅 即是餐厅 这个餐厅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打开 这家屋实在太大了 原来 它是有这样的遥控 可以关闭 开灯 光点 暗点 有很多设定 有个冰箱 这个冰箱也是夸张 比我家的冰箱 我想说 我平常的冰箱也不太大 你说在附近买东西 吃火鍋 这个绝对没有硬度 又有煤气炉 是差在用不到烤鱼的炉 有个打边炉的锅 哇 全部齐全 有没有洗碗碟机 没有 如果真的有洗碗碟机 就屈记了 这里是其中一间睡房 有两张单人床 床也很大 够两个人睡 我早几天在福江住那间酒店 其实两个人睡得这么大 是一张床倒的东西 现在是一个人睡 这里又有榻榻米 可以在这里睡 厕所是有两间的 就不用大家欠厕所了 吃完东西 急时立刻可以冲进去 第一个厕所 是有小屁股的厕所 不过上面 就不是直接洗手 它是有洗手盆 在这里 这里的纸巾 够你压到屁股烂都可以 有狗卷 屁股不烂才奇怪 这么压法是吧 立即看第二个厕所 又是差不多一样的 但这个又有趣 上面立刻可以洗手 这个有没有洗屁股 也有洗屁股 嚇到我 因为洗屁股的厕所 对我来说很重要 不怕 屁股不烂 而且这里又有这么多的纸巾 正 另一个汽浴 也是温泉 这家屋有两个温泉 就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 超巨型洗衣机 两个洗手的地方 即是可以一家大洗手刷 都没有难度 打开看看 哇 这个是室内版的温泉 又是可以看到外面 不过应该照近你 家里就不够高去看你 除非非这架无人机来装你 室内版 就比刚才有很多 都比昨天小的 在黑川温泉的Airbnb 但我觉得都很合理 起码这里的东西好像很齐全 看来应该可以 今晚试试 大家看了这么久 都是在看一楼 现在带大家上二楼看看 究竟二楼有什么呢? 又有洗手间 真是不怕 这一格很小 楼下应该没那么小 但是小还是小 日本人的厕所真是 去到这么狹窄 都还要洗屁股 闻你洗味 而且我喜欢 上面一洗完 摆完屎 立即可以在这里洗手 真棒 这个做什么? 瑜伽房吗? 它应该是10多人充电 这里可以多睡几个人 这里应该全部都是一些榻榻米 因为我们设计的时候 它是四个人 如果它是多过四个人 它就更多搬出 好了 看完刚才的房间 你猜这样就完了 还有这间房间 又有另一间房 哎呀 神经病 这间房间 又是没有任何榻榻米 所以我们也不用上来这一层 简单来说 二楼对我们来说是没用的 但如果你说 你十多二十人 过来游泊院一起去旅行的话 这间NBNB 绝对够大家 是可以有几个家庭来的 因为最多可以容纳20人 好了 大家应该看到这间房子 这么大 是否想知道多少钱呢 我们住一晚 四个人 我们的价钱就是 三千元不小 二千六百四十二元 就有这么大一间房子 二千多元也是挺贵的 但这里我们如果住酒店的话 在这一段时间 是有机会要到五六千 或者七百千元一万 所以这个价钱 在这段时间来说 算便宜了 唯一这里的隔音就差一点 我们不可以在夜晚那一刻 这么大声 就是你寶寶寶寶 这样 那旁边的房子就会过来问候你 今晚在游泊院的晚餐 就来了这个烧肉万仰轻 这里是吃烧肉放蹄 它是很均深的 男女、小学生、中学生 是有不同的价钱的 而它的菜单是有齐中英、韩文 就算不懂日本语 都看得明白它的放蹄是包括了些什么 饮品方面是另计的 但如果你喜欢喝酒 你加钱就可以喝了 因为太肚饿 所以没有拍到烧紧的过程 这间餐厅是属于家庭式的经营 老板是两夫妻 她们都非常热情 她知道我们对于牛腻有兴趣 也特意送多一碟牛腻给我们 就不用加钱都已经可以吃到 食材也是非常高质 所以如果大家来到游泊院 不妨可以来试一试这间 虽然不是什么米芝莲餐厅 但其实质素也是非常之好 游泊院的金鱼湖 金鱼湖最特别的地方 本身天气冷 下面的水是热的 蒸发了一阵霧气 你会看到湖面有些霧气飘飘飘飘 非常之有趣 里面还有些鱼 很大条 好像很舒服 在这个倒影下看这个壶 真的非常漂亮 虽然烟就没有刚才不明显 它本身的壶也很漂亮 加上后面的山 有很多都转了做红叶 用另一个角度看 也是这么漂亮 这个位置真是CLS 你看看后面 像鱼画一样 差点忘了要拍片 这边不得了 其实我后面也是极多红叶的 多到爆炸 而这边 同时也是极多红叶 红到跌到整地都是 随便在地上都会看到一些 跌落了的红叶 多到你看那块石 全部都是红叶 多到是要周围撿的 其实我们也不算是很红叶贵的 但是你也看到极多 不得了 现在我们正在去的 就是这个湯芝萍 那条街 我们叫了一个 Ceal Mushroom 这个超大 哇 这个Medium Size 已经超大 超大 Medium Size 500日圆 转过来 有这个Miphy 森林的Bakery 如果你喜欢Miphy 你应该要进去看看 Miphy的红叶 和Miphy自己 Miphy的包包 不是什么包包 是吃的包包 你看迷你 Miphy包 有Miphy套 哇 整个Miphy可以咬下去 好可爱啊 哇 这里的Miphy包 超过分 多漂亮 喜欢Miphy的朋友 一定要来这里 入到来了 看到这三个公仔 有Miphy的包 和东西 有东西 给你买 Miphy包 价钱也不是很贵 都是300多日圆 这里还有楼上 可以坐下吃 挺有趣 上到二楼 更夸张 这里完全是Miphy 粉丝的打卡性地 你看看后面 很多Miphy 有大小Miphy 哇 全部都是Miphy 喜欢Miphy的朋友 可以来这里 打卡有段时间 打到明天都可以 好 那现在我们呢 就在这个 游布园森林村 好像是一样 这里后面呢 就是那条村 很有哈利波特的感觉 真的很窄 那些屋子 很欧绿色 一进来 就看到很多 这些龙猫 龙骑 那些卡通的公仔 哇 很开心啊 这里 喜欢多多罗的朋友 一定要来啊 这里又是买龙猫东西 根本一间是买这些的 最吸引我呢 是后面呢 是有个位置可以看猫头鹰的 那我们现在看看 可不可以进去看 这个猫头鹰森林呢 大人就700日圆 小孩就500日圆 都有几多猫头鹰 可以给你看一下 和摸一下 哇 一进来就看到他们了 几开心 好想摸一下它 哈哈哈 是不是很舒服啊 那我不说那么多了 让大家欣赏一下 这些这么有趣的猫头鹰 好想看 好想看 我先等一下 我先把我把我还尔和阿蘇火山 好的 我才好想看 好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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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那或是蝦蝦子 好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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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上火山就不用付錢 但因為我們駕車上去 它有一條收費道路 道路費是800日圓 上面會見到一個停車場 拍好車就可以走過去了 現在我們就來到火山位置 原本打算坐直升機看火山 但太硬了 而且天氣都一般 你看到天氣都頗陰 所以我們就駕車來到這個位置 這就是阿蘇火山的中俠 我們現在就在火山口走上去 前面一塊二塊的地方是避難地方 萬一有什麼事故要逃走的地方 就躲進去了 這裡畢竟是山上 所以也有些洞 但比我想像中的洞不太誇張 這裡五、六度左右 開始看到煙了 給大家看看 嘩 這就是鼎鼎大名的阿蘇火山 嘩 是有些了道的 不枉我要駕這麼久的車 又越過高山又越過谷 戴著口罩都聞到一些硫磺味 嘩 好厲害 不得知了 最厲害是我這裡 都收到4G有三格 平日我經常去飛鵝山 都上不到網 這裡也上到網 這次這次 真的走過風火大地 大地就在我腳下 風火就在我後面 勢力 真是文明不如見面 最後建議大家不要太晚去 好像我們冬天的時間來 他們收到5時 一入夜坐 其實在這條路上駕駛車下去 是沒有街燈的 如果大家駕不習慣日本山路 你就想清楚 真的應不應該駕駛車上來 最後我們回到紅本 住在這間叫FAV Hotel Kumamoto 我覺得這間酒店性價比也挺高 大概1000元一晚 但是房間以日本來說也算是很大 臨上機前打開了行李箱 也不會說很不劫 這次的日本北九州之旅 就圓滿結束了 很期待下一次再去日本玩 看看下一次去哪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看我之前兩集的北九州之旅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拜拜